佛学院的秘密 大家吉祥 我是东禅佛教学院 2023学年度结业生 王丰坤 关于四件 转眼间 我在佛学院学习的日子 已经画上完美的句点 它是我学佛生涯中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回顾在佛学院 九个月的学习历程 心中感慨良多 佛学院的课程 安排严谨而系统 同学们从佛教的基本教义 到经典研读 一步一步的深入学习 在佛学院 我学习了佛法的基础知识 包括佛陀的生 四圣地 八正道 十二因缘等 这些知识 让我对佛教有了初步的了解 也对星云大师 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 深表认同 佛教不再属于老人 和死人的佛教 此外 我还有机会 深入精脏 如金刚经 华严经 法华经等 这些博大精深的佛法 如同一盏盏灯 让我理解生命的本质 和宇宙的真理 也逐渐培养了 对佛法的信心 除了学习佛法理论 在佛学院还需要 履行各种行门 如早晚课 禅修 行堂等 所谓说到一战 不如行到一尺 解行并重 通过日常生活 实际的修行 得以让我感受 佛法之妙用 学会以平常心 去面对人生中的 起起落落 不被外境所影响 因为 有佛法 就有办法 此外 佛学院的学习 也让我体会到了 佛教的慈悲的力量 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 我学习以慈悲心 去包容一切 尝试去倾听与理解 还有给予 分享 奉行六合径的生活原则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修行 共同探讨 佛法的奥义 这些同学 不仅是我的学伴 更是我精神上的支持 与鼓励 我们共度的时光 是我人生中 最宝贵的记忆之一 在佛学院学习的 这段期间 我也树立了 正确 坚定的信仰 在报读佛学院之前 我对佛教的认识 很模糊 甚至有一些 错误的理解 在佛学院的学习 让我对佛教 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让我对人生 有了全新的认识 将所学所物 融入到自己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感谢佛学院提供了 一个改变自己的平台 让我得以修身养性 在心理上 获得了成长和对变 在佛学院的学习 也提升了我的智慧 让我学会 如何用佛法 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当然 我自认在佛学院的学习 依然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对佛法的理解 还不够深入 实践不够到位 习气依然难改等等 在今后的学习和修行中 我将继续努力 不断进步 成为一位有担当的佛教徒 佛学院结业 并不意味着修行之路的结束 而是另一个新的开始 未来 我将秉持在佛学院所学 继续在生活中 践行佛法 传播慈悲和智慧的种子 我胜信 这段经历 将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只因我在人生道路上 不断地前行 佛学院的秘密 马来西亚佛光山 东禅佛教学院全年招生中 东禅佛教学院 为佛教培养师资人才 领袖人才 以及专业人才 欢迎18到36岁的 社会大专未婚青年 一起为佛教奉献力量 为社会诸如一股清流 找到生命的价值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东禅佛教学院的详情 或预想报名参加 佛学院的课程 请搜索我们的 FB面子书专页 东禅佛教学院 并私信我们 东禅佛教学院 欢迎您